在他们巡索的过程当中 像一些因为我们本园里 小巷子会比较多 相对的他的死角也会比较多 死角啦 治安死角 那如果说有警方来巡我的话 因为很多死角他们也没办法经过 所以要靠着巡索队 来做这一方面的注意 那像有些脏车啦 第一时间我都会请我们的队员 赶快通报警察局 请他们来做第一线来了解 所以我们也在治安方面 也帮警察局破了很多的窃案 找了蛮多的机车 汽车 所以赶快有把我们监视器做好 我们可以帮你们更多 那是一定 那当然里长的里办公室除了有这个巡索队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团队 我们目前除了巡索队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环保志工队 环保志工 那就是针对里内的一些街道打扫 环境的卫生的处理 再来就是一个灭纹志工队 灭纹志工队 因为知道我们最近那个登革热很长绝 又上来了 都蛮恐怖的 所以我们灭纹志工队最近都很忙 除了替我们礼上一些环境 绝对不可以让它有登革热来发生 这个要靠大家平常的多注意 多打扫 我相信这个登革热就会不可能再发生在我们本园里 当然我们听到里长介绍这么多 我们社区的一些点点滴滴以外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 本园里在哪里 请你一定要介绍一下 我们本园里其实就是四四方方一个地方 四四方方 那比高雄县市还没有合并以前 湾喜市算是高雄市的最东边 因为我们东接了高雄县 当初的高雄县的大华村 就是现在的大华里 是 那西边呢 就是山明区的本园里 是 那南边呢 就是那个保育里跟本安里 那北边就是接本管里 是 那就是如果以路来划分的话 就是建工路 还有大峰路 浩东路 是 就是这样 那就是我们的区域 有没有一个特色 因为好多地方是有住商混合啦 商业区 那你那里是 我们本园里本身主要都是纯住宅 住宅区 算学区啦 可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高速公路 跟你们是这个 关系是很密切 对啊 很少一个里可以化为二 依化为二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国一 中山高高速公路 把我们从我们里依化为二 一般是在高速公路的东边 一边在西边 所以我们常常在开玩笑 他们高速公路东边的那边 里民常常说 我们这边都算边疆地带 其实不是啦 哈哈 那因为高速公路的化分的关系 造成了这个情况 所以呢 我一上任里长 我一直一直在把这个东西的差距 两边的里民的差距 能够把它缩小 是 所以我常常会搬一些活动 对 希望 我们东边的那边 就是 秋元街啦 那边的里民 我都一直邀请他们过来 能够共同来参与 因为 他们 依我所了解以前 他们都是很少 会走到西边这边来 真的 因为好像有一个高速公路在中间 这样子 然后就好像分割开来了 听说里长还是要为了这个 拉拢我们东西 两边里民的这个关系 让他们变得更密切 有一个就是 未来你的目标是要执行的 嗯 我 除了成立这些 有一些活动以外 智光以外 办活动以外 我最重要要成为一个 成立一个是 幸福本源社区发展协会 幸福本源啊 对对对 那我们里面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名字要取为 幸福本源 对对对 因为我希望 我在我的努力之下 我们本源里 真的是 一个很幸福的一个里 是 所以我把它取名为 幸福本源 嗯哼 希望在我努力之下 能够让每个里民能感到 非常幸福 是 那虽然我们这个里 被高速公路一切为二 好 但是每一个里民 我相信 绝对都会洋溢着 幸福 是 的表情 是 这是我成立这个协会最主要 嗯哼 那当然这个协会呢 目前还在筹备当中 是 那也希望我们里民呢 嗯哼 能够知道的人 赶快 我们来共同 努力 在为我们里商来打拼 共同来参与 是 我们幸福本源社区发展协会 是 当然里长刚刚有提到啊 这个社区发展协会 是需要有更多人来这个参与吗 是希望对不对 当然呢 还有这个 例如像我们的监视器啊 我们目前也渐渐要改善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例如像小问题 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的 例如像社区当中 有没有缺乏什么东西 我想 本源里啊 本身它主要是存住家嘛 住宅区嘛 对 那本身目前可用的土地也有限 是 几乎都有盖房子了 对对对 那我一直里民所有的一个渴望 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里都有那个社区活动中心 嗯哼 那我们里那么大 为什么都没有 真的没有啊 完全没有 哇那这样子怎么去那个 有一些活动啊 对一些休闲啊活动 什么之类的 也因为如此 我上任里长 我就把我住的地方 二楼提供出来 暂时作为我们里民的活动中心 那我有成立一个妈妈教室 妈妈教室 对对对 那这个妈妈教室里面 我们目前有开办了英文 对 英文基础 英文 英文还有日文的基础教学 对一些语言 对我们拼请老师来做 帮里民来做这个上课 是 那里民的反应都很好 嗯哼 对 我相信啊 虽然地方小啦 对 当然我们希望说未来 市政府方面或者是 我们各级民意代表呢 能够有那个经费 帮我们提供一个 我们里民的活动中心 是 那是目前最迫切需要的 是 那就是希望我们 我们赶快有这个 里民的这个活动中心出现啦 对 还有一些像公园等等的 有这个活动的地方可以去 对不对 当然我们在这个里长 是新任里长嘛 对对 对那里长在这个上任之后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生活有一些改变这样子 在我们节目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不一样是一定有啦 是 以前你可以自由自在 对 想要去哪里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随我们自己的意愿去做 对 那自从当上里长以后呢 因为毕竟呢 一个里长就是一个里的排模 本身做任何事情都要作为表率 是 作为指标 因为每个里眼睛都真的很大 对 在看你的医院医院 对 所以呢 绝对不可以再像以前那么随性 再来就是家庭的因素 以前我很重视家庭的观念 当上里长必然很多心事 一定要花在里上 所以呢 我现在对我太太 我都这样就变成了 因为毕竟没办法再像当里长以前那样 是 投入那么多的时间 来照顾他们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 不管再怎么困难 有困难度 自己家庭工作上还是要兼顾 对 因为家庭是一个这个后盾 对 对 不管外面出去怎么冲 做的再成功 这个都是要回归家庭 对 是一个温暖的一个怀抱这样子 这就跟里长的座右铭有关系了 送一句座右铭给大家 说到这个座右铭 我做 我觉得 除了我们里长 除了我所重视的治安 对 对 跟环境以外 我最重要就是家庭 家庭 我也希望我们本原理 李明 因为虽然目前的经济状况不是 大家大环境都不好嘛 大家为了工作 为了事业 都在外面打拼 这是无可厚非 对 但是记得 你在外面打拼的时候 要回头看看 家里面的亲人 对 他们一直淘汰的高高等你回来 还是对家庭要有所重视 所以我这里提供一个简单的座右铭 给大家共勉 是 认了一个事业的成功 绝对弥补不了 只要一个家庭的失败 是 希望我们一个里面的 主要在乘事业当中 做行为当中的人 一定要记得好好照顾你的家庭 是 这是最重要的 是 最重要的 对 好 谢谢我们陈里长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小姐 谢谢 里长下次再来喔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的小库伯伯伯伯 涌起来专案 家庭学习日 是免费的 即日起至11月30号的每周六日 地点呢 是在中山大学 要点掐他们 原箱永是原住民刀具特展 时间是 9月10号开始的 周二到周日 9点到6点 地点呢 在郭长喜兵器艺术文物馆 动物园猫科动物闯关活动 时间是 即日起到 10月30号 地点在寿山动物园 景米世界的角落特展 时间是 7月19号到10月9号 地点在 百货卖场 以上是今天的公立猴力灾 我是吴之羽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顺心平安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吹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